当时这名男乘客一边打电话 一边向公交司机询问什么时候能到达深圳东站 然后又试图让司机接听自己的电话 司机正在开车 当然不能接听 并且多次躲避 而男子却依然十分执着 看到这一幕 车上其他乘客都坐不住了 纷纷制止那名男子 让他不要打扰司机开车 其中一位张先生可能情绪比较激动 结果激怒了那名男子 随后这名男子从自己包里掏出了一把水果刀 向张先生刺去 司机见状 马上将车停好 并和其他乘客一起合力制止了那名男子的疯狂行为 好在张先生躲闪及时 没有被刺伤 司机在抢下水果刀后 一边打电话报警 一边跑向派出所寻求帮助 随后 直到男子被带到了派出所 目前已被刑拘